曾經有女藝人說 她跟我交往過 而事實上是沒有的 自己抬身價 然後我就一直把這個事情吞了 這一吞就是三年 三年以後才知道 有兩個女生同一時間講說 她跟我交往過 還是我在喜歡她或什麼 我不知道 人家怎麼講我怎麼知道 他們兩個認識嗎 直接講出來 什麼事 等一下 等一下 你會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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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一樣胖 不是 告訴你 對不起 你看你不會玩 都沒有玩過 時間不來 時間不來 對不起 我以為是玩老實術 我從學生時代 就交往一個女朋友 就等於什麼都沒有 然後她陪我到有一點就是 收入 有工作開始收入這樣 所以後來雙方兩個都出社會 就聚少離多這樣 然後後面五年了 所以關係也變得比較像家人 沒有什麼 完了啦 火花 對 沒有火花 沒有那種化學反應 像家人那個就是 已經沒有愛的熱度 對 變成 家人你根本沒感覺 不會有反應了 沒有任何生理反應就不行 對 那個次數也就 慢慢的變少 不可能 見面的次數就慢慢的變少 對 所以後來我就提分手 但是她還放不下 放不下 但是我覺得就是 為了她好 我要快刀斬亂 還為了她好 是為了讓妳有新的生活 沒有 真的 因為她的個性是那種 她不會說她很難過 她會PO一些她很開心的照片 我知道她很難過 可是我如果去關心她的話 會讓她覺得有希望 所以我就跟我媽串通說 你跟她講說 我要去美國學跳舞 然後去大陸工作這樣 大概為期兩年的時間這樣 然後叫她都不要找我這樣子 對 所以我是一片好意 對 沒想到後來 就是她的共同好友就是 我覺得 對 我剛剛都講了 一點都不講 好難有 偏惡 偏惡 渣男的程度 這一個傢伙好不好 到底他們在你們心裡面 到底他是渣男程度是多少 剛剛已經李維鋒拿下了 這個8.5分 也就是所謂的 超越 難度 很難超過這句 8.5就已經障礙了 請給分 7分 這個程度還好 可以接受 沒有 因為其實我會覺得 他至少有讓媽媽幫忙 就是趕快結束這段關係 有處理 因為他自己處理不了 所以他至少有讓別人 一起幫忙處理 但他的不管誰處理 他的目的是 至少他想要先結束 不是說沒關係就放著 我在外面繼續快樂 就也不想浪費他時間 我最大的軟肋 就是沒有辦法分手 對 心態軟 怎麼憲哥講起來 就一點都不渣的感覺 憲哥真的 沒有 他是真的算是 誰爛情 被李維鋒說爛情 真的爛 真的爛 很嚴重 要不然兩位給我評個分好了 對不對 憲哥你整個高手 我沒有看小飯 憲哥要講故事 自己要站上去 這就很Man了吧 好啦 曾經有女藝人說 她跟我交往過 而事實上是沒有的 自己拼的 然後我就一直把這個事情吞了 這一吞就是三年 三年後才知道 有兩個女生同一時間講說 她跟我交往過 還是我在喜歡她或什麼 我不知道 人家怎麼講我怎麼知道 之類的 海龜湯請發問 他們兩個認識嗎 直接講出來 不是 等一下 等一下 你會不會 你會不會玩我 自己一樣是看我們一樣順 不是 告訴我 你到底不會玩我沒有玩過海龜 對不起 時間 我們時間就來 憲哥 我們要關鍵了 對不起 我以為是玩老實術 不行 在聽笑 好高音 白癡喔 憲哥這不用評分嗎 很快 不用 白癡喔 大白癡 憲哥我還是大冒險 他不是海龜湯 神經病 這完全要五毛給一塊 神經病 對啊